這個轉好運 除了要除掉小人之外 除了穿才小人襪 盛梅這邊也要教我們 另外一個小祕法 又有喔 對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 報社記者嘛 然後待過很多的 不同的組 社會組啊 或政治組啊 營具組啊 還有帶狗仔這樣 我其中有一個組 當時呢 我的主管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做什麼事都很拚命 然後我這個人做什麼事 就是以新聞為主 所以我是一個 不太會去跟主管 講一些好聽的話的那種人 所以有一次來一個新主管 他超討厭我的 因為這個主管 可能對我們這個領域 不是很熟悉 偏偏我又比較資深 他就覺得我可能 對他有威脅 其實我的遭遇 跟很多在上班的人很像 有時候你在辦公室 你努力做事 你就會疏忽做人 那你沒有做人的時候 你就會被診 對 當你被診的時候 就覺得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那些不做事 只做人的那些同事 過得比你好 這是我的心聲 那有一段時間 我就非常的慘 開會的時候 也被主管叮 然後我如果報的稿子 主管就 你知道他要不要用 是他決定 所以他經常會 就是會整我這樣 會給我一些壓力 他要是不用你的 那你自己就是 都白跑白寫了 沒錯 他如果根本不理你 你的甚至獨家 就晾在那裡 然後你的新聞 一次兩次沒有用的話 新聞對象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不是記者啊 你為什麼來問半天 問半天怎麼都不登 那個時候 其實每天都蠻痛苦的 因為你每天想到要去上班 心裡真的是會很難受 可是也沒有辦法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那個時候 我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認識一個老師 人還不錯 那老師也算是一個高人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說 我不如來去問問老師 看怎麼辦 有沒有一個 一些小的方法 然後老師看看我 我就說 我覺得他講得真的很準 他說許勝梅 我光看 因為有時候老師 光看那個氣 他大概就知道你的狀況 他跟我說 他說你充滿了陰氣 陰不是陰陽的陰 是英雄的陰 我覺得他說得非常準 就是我許勝梅這個人 對 對 就是女嬰豪那一種 對啦 對不對 我應該是花木蘭投胎的 對 對不對 或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 他說你就是一個 很喜歡打抱不平的人 也是 他說得很準 但是你就是會有很多小人 然後這種小人 還包括你的主管 會卡住你 你知道 被卡住的感覺 很痛苦 那我就問他說 那怎麼辦 我要換工作嗎 因為我有段時間 一度考慮 我想離開那個公司了 他就跟我講說 有一個小祕法 這個小祕法 你就試試看 因為其實我們中國的老祖增 從幾千年以來 都有一些什麼道家 或茅山 這種道樹 但是這個很簡單 不用要怎樣 他說你就去買 因為現在有那種多肉植物 大家知道嗎 對 那老師告訴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去買仙人掌 我們一般辦公室 都會放幸運族 有沒有這樣 那是升官發財 他說你不要放那個 那跟你的命格都不合 你就要放一個仙人掌 然後這個仙人掌 次要很多這樣子 然後就壓在你的 就放在你的這個辦公桌上 再來 最好是拿一張 那個一直卡住你的主管 他的名片 對 壓在那個 震住他 這被發現怎麼 這被發現不好意思 你怎麼 你為什麼會被發現 那個多肉植物大概這麼大 然後你那個名片壓下去 感覺就是只是撐住 那一盆盆栽的 誰知道你們辦公室 放了那麼多盆栽 底下都一堆名片 是不是 真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慘了你這樣講出去以後 主管都會去翻那些 仙人掌 就翻翻看了 你走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也有點道理 他說其實辦公室的風水 跟你在這個辦公室的磁場 是有關係的 所以難怪有些人 就是一路升官 有些人就運很差 甚至不該你的事 衰都衰到你 有很多時候就這樣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就真的相信 但是很麻煩是 不知道該怎麼拿 掌管的名片 因為通常我們 看到這個新聞對象 誰誰誰 壓在那裡 這是我的名片之類 但你也不會去拿 掌管名片 我想好久 有一天就是趁大家都下班了 就趕快去 他桌上偷了一張名片 這事情過很久了 然後就把它壓在那個底下 結果 說也奇怪 過了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 我的主管不知道為什麼 看我比較順眼 真的 第一 看我比較順眼 第二 不太整我了 所以日子是不是就好過了 對 然後沒有過多久 他被調走了 你仙人掌是不是都不刺了 因為你每天都扒一根 扒一根 扒一根 可是他是升官 最後的結果不是很好 我也沒有對他怎樣 對不對 因為我只求就是 你不要再整我了 然後他後來調走 其實升官的是我 你升上他的位置 我就是他底下 我等於是不是 他只比我高一級 他一調走他升官 我是不是就升上去了 你也升上去了 對 我就得到後來他的位置 我就覺得 哇 好棒喔 真的 後來那個仙人掌底下的名片 我永遠沒拿掉 怕他再回來是不是 以後當你自己做主管的時候 你下班的時候 要把整個名片盒都帶走 對 千萬不要被偷 然後我都最後一個下班 會尋一下 誰敢在桌上放多肉植物 你給我注意 先人掌桌上 先看來看看 是不是 所以辦公室不是都有這些 沒幹嗎 聽說養魚也是 魚可能要放幾隻 然後胃脂 這樣子的話 對於你在這個辦公室的人員 就很有幫助 我還有講一個小訣竅 就是早期有一個 很厲害的高人 有一個 一個風水大師 他有一次跟我一起上節目 他就說 聖梅啊 我看你認的人員不太好 你有沒有特別討厭誰 我說我誰都討厭 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 不是有run down嗎 是 他說 不要對著你 他就說 如果你實在很討厭這個人 你就就是這樣子 就是坐在那個位置上的時候 腳腳要對著他 就是腳腳對著他 但是我覺得 這次其實某種程度 有這種心理學 因為我本來如果 我不喜歡他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會這樣放著 腳腳對著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反正倒霉的事 你不會是我 那你心裡就舒坦很多 那他有沒有倒霉 我不知道 但是慢慢... 你就會覺得你比他強 你就壓過他了 來... 我們張神書老師 也有撇步要告訴大家 哪些只為命格的人 2024農年可以擺脫 我小人的糾纏 好... 因為都說嘛 會讀書不如會做事 會做事不如會做人 會做人不如會做法 不錯... 是吧... 對... 所以我們都知道 其實人際關係真的是 全世界最難 因為我們要知道 小人比君子要多十倍啊 對不對 是喔 這世界上當然是 小人多君子少嘛 為什麼啊 因為競爭嘛 競爭無處不在啊 對不對 尤其你剛剛講 主管位置只有一個啊 下面有這麼多人嘛 那我們來看 2024年 從命功的角度來看 好... 我們今天命功一個是紫維 一個是天府 喔 帝王跟王爺都來了 你看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七煞 七煞... 其實聖梅也算啦 因為聖梅對功就是七煞 七煞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講 你有陰氣嘛 對啊 真雄的陰喔 所以七煞的男生有殺氣嘛 所以為什麼要稱為七煞 你剛剛講 欸 打抱不平 橫眉冷對千夫指啊 欸 一千個人指著你 你都不怕了 那你看一千個小人 厲不厲害 厲害啊 所以七煞的小人 一定是最多的 這是避免不了的 可是就像我們在講的 欸 如果我們現在 能力還不夠的時候 做一些法 用一些方式 對吧 但是當我們知道了七煞 欸 明年怎麼辦 把自己變得柔軟一點 不要那麼堅硬 欸 我記得最近周楚除山 還不是在演嗎 對 阮金天他在講 欸 他有一句話講得很好欸 他說他以前喔 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他的性 嗯 嗯 有沒有聽到他講這句話 聽懂了聽懂 聽懂了 阮金天啊 他姓 他姓軟嘛 所以他說他脾氣很硬嘛 他不夠軟 喔 什麼都有沒有他 沒有他的性 對 你看這句話講得很好 可是他到大陸這麼長時間回來 他現在學會柔軟了 嗯 欸 周楚除山海 不是變成他跟那個製作人 就和好拍了這部片嗎 嗯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七煞再強悍 往往在鬥爭之中 不一定永遠是贏家 為什麼 因為小人都是案件商人的 嗯 對 但是當變柔軟了 小人其實自然就會變少了 所以2024年的七煞 當你懂得柔軟 你自然而然 小人就會變少 嗯 不過通常年紀到了 也知道怎麼變柔軟 可是年輕時候的七煞 就不容易了 對不對 但是2024年七煞 記住這句話了 好 再來 聚門心 命功有聚門心 聚門我都一直說 這顆心啊叫什麼 覺得自己很有才 那這樣算嗎 他不算啦 他不算喔 他只為的 他怎麼會是聚門呢 他底下有一個耶 欸 拜託 對功耶 他對功是貪狼耶 你一定要斜對過去 我也無所謂啦 不反 對 好 很顯 但聚門是什麼 嗜財傲物 就容易什麼 自己覺得很有才嘛 有才是不是 對別人就會覺得說 不如我啊 可是一旦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比如說啦 很有才的唐伯虎好了 唐伯虎多有才啊 對 他當年考的是全省的第一名喔 解緣 當他去考全國的時候 考狀元 考完以後 他馬上就宣告大家說 荊科狀元非我莫屬啊 那真臭屁 好 臭屁馬上就惹到小人了 玉石 正在從 沒有新聞可以寫 說 考完就說自己是狀元 一定有賄賂 喔 馬上查 主考官跟他的關係 這一查之下不得了 主考官也丟官了 唐伯虎被剝除 永遠不准考試 一輩子不能考喔 你看他有賤嗎 就因為他講這句話 那就他嘴巴無聊啊 可是這就講 嗜財傲物 這樣的事情其實很多啦 就是你有才 可是你沒有必要這樣子 看不起所有的人 所以這時候懂得寬容一點是 每個人的才能是不一樣的 剛剛講他其實是會讀書 但他不知道做人 對 是不是 很多人就是太聰明了 反而失去了做人的方式 因此啊 巨門2024年更寬容別人的時候 是不是自己的小人運就會消散 嗯 再來第一個是 太陰 命公是太陰的 你們兩位都沒有 所以各位看 太陰為什麼容易有小人呢 因為太陰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退讓的一顆星 所以退讓的概念也就在哪裡 凡事我不爭嘛 軟頭請滾 對 軟頭請滾 可是剛剛講這世界 這就是個競爭的世界啊 所謂的小人就是你不爭 那我就把你幹掉啦 是不是 所以從太陰的角度出發 這時候你要想說 哎呀 我不爭 所以我其實才是爭啦 這是逃避的說法啦 你應該要 是對的 你就應該要爭到底 所以這時候反而應該要戰鬥 讓小人去退散 好 2024年這三個要注意了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